昏暗世界 大笑三生 我是劉卓 他是李正 上段子 話說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霍福 三中全會議結束 大新聞來了 什麼呀 跟習總書記光碰杯不甘那位 月供總書記軟夫重軟大爺 撒手人寰了 總書記表示 軟大的駕崩了 我終於有機會 賣小碎布出來走兩圈了 蔡奇真攔著我不讓5月20日之後 我露面這最近 挫火 蔡奇表示 我這刺刀劍紅還忙不過來呢 我哪有工夫管您哪 再說了 那不是我跟您還有王毅王公公一塊去吊咽嗎 對 忘了 越南共產黨19日宣布了 月供總書記軟夫重於當天下午在河內 108中央軍隊醫院去世80歲 沒說具體病因 這屬於月供機密 80歲的軟夫重軟老爺子 2011年起 連續三屆擔任月供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書記 老西一驚 跟誰那話重點強調連續三屆呢 軟大因病重無法再擔任月供領導職務這消息 是在他死的前一天才勉強被官方公佈的 一直為越南人民服務到生命最後一刻 據說到那邊還想繼續服務呢 拒絕啊 手伸太長了 那邊說了不算再說就行 法國《世界報》20號說了 軟夫重一直是個列寧式的共產主義信奉者 擔任黨總書記13年 不斷肅清政敵出手狠爛 對持不同政見的、批評的、無情打擊 直到2021年 他打破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越南黨規 成為任期最長的越共領導人之一 耳畔傳來金句 誰敢說軟書記不是改革家 成功改革黨規實現了三連任 另一位改革家表示 我突發心耳聾啥也沒聽著 另一位 那什麼 《紅樓夢》秦可卿給鳳姐怎麼託夢來著 先死容易後死難 我還是上越南駐華大使館 叼唸一下老軟吧 順便問問他 我敬他酒他為什麼不乾咯 軟大跟那邊表示 我就是去年被你敬了一杯酒之後 就躺平到現在 跟我解釋解釋 你那杯裡邊到底裝的什麼混裝油 噁噁的 話說中共黨規習近平前往越南領館吊焰 小粉紅徹底一塊石頭落地了 暴力了 人在呢人在呢 不像中風 也沒像失去自由那樣 號場的時候好像也沒有包 錯過 這小粉紅給總書記來一條龍虎 有點皆大歡喜 這邊感謝指揮家還在方向還在 那邊感謝總加速師魏靖的事業 終於蓄上柴火 滅共第一人沒半路撂挑子 網友夏北辰就說了 這習大的殼得萬壽無疆啊 倒車一立倒到底 千萬甭向某些獨裁者半途而廢 總書記心說話了 你們這是誇我嗎 越聽我心裡越沒底 探子跟我說了 阮副仲也是打破越共慣例 多幹了一屆 最後死在鎮上了 這跟高人嚇唬我那個說的 鐵板圖白羽毛鳥撞山崖上 暗指某位大人物死在鎮上 是一套路 這等會兒 我說習近平悼念阮副仲那央視微博底下 331條留言就剩8條 能不能說的就是這事兒 還是說精選掉了梁慶龍那首歌 可惜不是你啊 蔡奇表示 我刺刀劍虹 揮汗如雨 正在清剿中越總書記相似之初何定本呢 何定本都出來了 聽了 軟2011年上臺 習2012年執政 習修憲終身制開歷史倒車 軟改規矩給自己開第三任期也開歷史倒車 軟大的走了 習大的沒 那什麼 不要再往下說了啊 什麼毛病這人自言自語外交 歇斯底底 必須的 蔡奇心說話 我怕聽見那一句 哪句啊 軟大的政治整肅 18名越共政治局委員 清零清的就剩12位了 嗚 老習要是看上這條 還不得 照貓畫虎 把我們七個小矮人全動態清零 剩他老哥一個呀 危險了 古人可是說了 有人發起狠來 連自己人都打 行了 咱也發兩句感慨吧 最近這幾天呢 因為發生兩件事 很多人都在議論 亡者不死 這死個字 這其中的故事呢 一個是漂亮國 大選 熱門種子選手 川普 神來之筆 歪頭看移民圖表那大電子屏幕 把子彈躲過去了 另一個就是最近盛傳摔倒中風甚至病危的 黨國自封真男兒習近平 什麽意思 這老習也亡者不死 亡者不死 中國共產黨亡 藏字時那個亡字 亡公者呀 中共的絕目人 人有使命在見 不能輕易死 這麽個亡者不死呢 必須的 注意啊 百米衝刺 槍聲已經響起 把中共掃入歷史垃圾堆 時間不多了 加速中 挖坑隨時有 今年特別多 多坑之求 三中全會 王滬寧、蔡奇在黨媒黨刊上比賽黑習近平 可您知道嗎 下邊的各級黨官 筆桿的小幫手 也會這絕活 對於黨的好幹麼來說 這是基本功 話說三中全會之前 黨媒人民網刊通過一篇文章 人民日報社江西分社社長鄭紹忠大談 黨報新聞寫作三重境界 當奏折寫 當論文寫 當情書寫 情書 這位不會要跟總書記搞對象呢 彭媽媽表示強烈選擇 堅決反罪 人在呢 錯誤 然而 這沒等彭媽媽息怒呢 全場燈讓奏折那倆字給雷亮了 名詞解釋 奏折 古代官吏向皇上匯報政務的文書 新聞當奏折寫 這幾個意思 把九歲當天子了 還是把老習當土皇上 下看呢 鄭紹忠引用了總書記 要求人民日報發揮黨喉舌作用這講話 碰詞說了 作為人民日報記者 最關心的是如何把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 內化為黨報新聞寫作的強勁動能 聽聽 聽明白了 就是黑老習是土皇上 鄭紹忠 微笑汗手 一點不黑 何為當奏折寫 就要牢記黨性原則 這位生怕總書記看不清是什麽意思 話音一落地 曾經是哄堂大笑 有的說了 當初袁世凱有一仇安會勸進 也不過如此 十億韭菜騎卸甲 竟無一個使男兒 是啊 男兒都忙啊 全寫奏折呢 有的還嚇唬鄭紹忠呢 您這名字涉嫌忠誠不絕對呀 不叫權忠 叫少忠 在忠誠方面 您想有所保留嗎 還可以這樣羅織罪名嗎 眼瞅著吃瓜群眾吐槽要失控 人民網把這篇文章離奇辨404了 呦這大名的網友恍然大名 這文章 純熟給總書記抬轎子 抬到雲端好 扁擊一聲 撒手 有麻煩 看來表忠有風險 勸勁 您得謹慎 總書記表示了 別走極端啊 該表還得表 好 話說中美對決啥事都學 總書記抄美國作業 川建國這一遭槍擊 老習把這事也學了 哎 讓王糊弄菜刺刀 一通嘴炮突突突 老習身中三槍 一嘴表示 冤枉啊大人 我是被動的 挫火得虧不是真槍真子彈 水槍 射出來全是吐槽的口水 噁不噁心這人 中彈之後的反應就是噁心 沒轍 誰讓改革家習近平雄文震撼登場 又呼嘯消失呢 哎呀韭菜齊禮那能不一片歡呼 都呼什麼呢 等等 把改革家帶上帶走 那句 你和錢對我都不重要 沒有你對我很重要 讓子彈飛江文演的張麻子說的 改革家表示 抱歉 你們都呼錯了 帶走我一毛錢用沒有啊 你們不把這黨帶走 換一個 那比我還黑的 啞口無言我這 話說美東時間7月13號晚上6點15分 川普在賓州造勢大會演講遭遇槍擊 晚6點31分美聯社發出記者 艾文武奇拍的川普揮拳頭喊Fight的史詩級大照片 當晚8點南華早報報導 黨國製造商已經開始批量生產 印有川普面帶血跡揮拳大照片的 短袖上衣 配文字 傳奇不死 這速度簡直追上那倒霉催的子彈了 8點40分 第一批產品在淘寶上線銷售 美國網購價 從9美元到40美元不等 讓全世界成衣製造商 竟掉下巴 這中國人是不是每天吃喝拉撒 那全在生產線上 我去 是該點贊還是該點紅啊 淘寶首發商家之一的小李就說 撒鐘頭 我收到2000多訂單 這麼多 燃爆了 真是 我們那供應商本來正準備關門躺平 好 天上掉下川大爺的大餡餅 我們現在一心一意支持川建國當選 回頭不定有多少訂單 這飯碗我們算保住了 想的真夠長遠 想多了 兩天之後16號的黨媽從中國夢中驚醒 雞翅掰臉大喝一聲 下架 下架 這沒好而賺爆了的未來就這麼脆斷了 那唄 黨媽新說話 不好意思 您剛剛燃起的希望 還是給我掐滅吧 三中全會都刺刀見紅了 政治安全第一 懂不 政治 明白了 這是川普遭自殺 北京尿一抗 嚇得 嚇得 黨媽新說漂亮國老穿頭被槍擊 你們給我印衣服上到處奔走相告去 怎麼了 這是號召全國韭菜買鳥槍氣槍射釘槍 上我們小池塘練射擊 哎呀呀呀 我們能受兩股 總書記韓磊發問 你們心不會痛嗎 韭菜弱弱回應 沒有你黨我們心不會痛會痛快 痛快 黨這大臉您說疼不疼 蔡奇表示抱歉 你們痛快不了 我們不光下架穿大拳頭的T恤衫 這是幹嘛 川普遇刺那微博暴詞我們給禁平了 嗨皮一下就得了 趕緊回家躺平去 果然是沒有你黨對咱中國人很重要 您同意嗎 三中全會前後 黨內玩命表忠 境外玩命添堵 黨中央七個小矮人的思想感情 徹底拧巴了 打聽一下 又誰給黨添堵了 大不列顛擊北阿爾蘭 聯合王國唄 7月16號 在英國議會選舉裡邊大勝的工黨 中共送上了一份好禮 好禮 認定了 中共黨國是對英國構成致命威脅的國家 急需全面盤點英中關係 不好 英國人要秋後算賬 老戰狼王毅他也明白了 英國工黨嘴裡邊的致命威脅 跟前任保守黨政府那些 劃時代挑戰這倆一比 简直這就是極限思維到頂端呀 量變到質變 爆了 爆了 前英國國防大臣 還有前北約秘書長喬治羅伯遜 跟英國媒體就說了 我們這新的評估將以全新視角 審視英國未來幾年面臨的威脅和挑戰 都審視出什麼來了 審出什麼來了 這審視發現英國目前面對的是 合作越來越密切這 俄羅斯、中共、伊朗、朝鮮 這致命四國的威脅 壯壹致命四人幫威脅 就兩位政要說了 由於這四個國家威脅程度都特別高 因此我們英國武裝部隊 必須做好戰鬥的準備 您聽聽沒有 給自由世界造成多大威脅 人家都緊張到什麼程度了 您說說 英國國防大臣約翰·希利 人也確認了 我們工黨政府已經承諾了 對英中雙邊關係的審查 會獨立於戰略防疫評估之外 兩條腿走路雙向奔赴戰場 反正黨現在再想暗渡陳倉 繞道行進 抱歉 全堵死了給您 希利燕還說 中共帶來的挑戰 是跨政府的 不僅僅局限於國防方面 所以我們才做出以上這個決定的 王毅表示 我叫不緊張 請允許我先冒一會冷汗 王毅一邊冒汗 琢磨 又少了一個可以勾兌和偷技術的國家 要不我乾脆主動給一尊審份檢查得了 我看行 茶葉是千百年來的伴手禮家品 因為代表文化品味 所以選一款好茶真心不容易 沒錯這回您就省心了 茶館寫手藍莓優品最近推出了這款 臺灣玉山高海拔烏龍茶 購買茶友反饋非常不錯 對 這款茶產自臺灣玉山茶區的綠色茶園 海拔1450米高度 茶區常年雲霧遼照 水氣充沛 日夜溫茶還大 所以茶葉緩慢生長 品質非常不錯 尤其咱們這款纏了純手斋 茶精都是精心挑選的內頁和內顏 一心兩頁和三頁 這茶您喝起來 滋味乾醇軟滑自帶一股淡雅的香氣 現在點擊描述欄還有置頂留言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茶館全拼 可以享受85折優惠 兩袋茶300克 打折以後是93.5美元 這一核算 一塊多錢就能泡一壺好茶 沒錯 美國境內蠻59美元免郵費 中國大陸茶友蠻600美元 也可以享受包郵服務 早到早得 這位 話說新京爆發文 混裝有走光 黨的黑箱操作越來越被強行見諒 黨媽氣的後掃牙都咬碎 肚子表示 別往我這咽啊 我消化不了 要說也是防不勝防了 新京爆對油貫車混裝的深度調查報導 之所以獲得放行啊 為什麼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當時黨想利用這熱點 轉移一下民眾對南方大水損失慘重的注意力 也包括轉移對總書記不去災區視察的注意力 那還不止呢 還有個重大的貓力 還有 這事其實官方早就知道了 之所以現在拿出來說 是暗示一個事 企業的行為等同於投毒 投殺 咱們中國的癌症現在多發呀 是 不是強制接種疫苗帶來的後果 您說這多缺責吧這幫人 轉移目標轉移責任 所以黨國國務院才煞有屑事 說要徹查呀 對 不過這黑幕一扒開 黨發現有點hold不住 怎麼又要落餅啊 反正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提出問題的新京爆 什麼意思不光解決人作者 報社也要給人解決了 必須得 7月15號 網上傳出新京爆主編報社領導 被撤換的消息 真解決呀 據新頭閣報導 中國媒體披露石雲油污染問題 引發民眾的擔憂 揭露此事的新京爆近期被處理 其領導層集體下崗了 真的您聽見沒有 在黨國做媒體為民請命 容易把自個小命搭進去 S帳號鄉女17號也發文證實 新京爆主編等報社領導層 近期集體撤換 另外大陸網友抓拍照片顯示 油罐車已經想出小面招 為避免被人民群眾監督抓捕 同直接全用大布做個大招 蓋起來運輸 咪子你們這創上皇帝的新衣裳混裝 不是光定拉末轉圈丟人的 忒嚴重了吧 新京爆前記者叫楚昭新 14號在微信公號上發了個文 什麼呀 沒有良心的人 說那幫人哪 人就說呀 新京爆揭露油罐車混裝 遭到一些喪盡天良的壞人的圍攻 讓人心寒 現在中國什麼輿論環境 您不知道嗎 媒體關注民生食品安全問題 不是為老百姓嗎 可就有那些蠢貨 居然出來質疑媒體和記者 被境外勢力操縱 選擇性曝光 嘿 新京爆要保護你們 你們卻陷害新京爆 悲哀不 打悲哀 可是黨要的就是這效果呀 咋整 其實楚昭新呢 自己就經常面對這種尷尬 他怎麼了 今年6月他報導了四位中國人的故鄉遭遇工業污染 工業污染 結果被曝光的地方領導 第一時間動員底下的人全力舉報他造謠 舉報人造謠您說吧 按照教授張維維這話呀 這就是所謂的中國 您說這到底什麼樣的政權 把中國事到如今經營成了這樣一個是非顛倒的社會 劉卓這問題您想明白了嗎 當該餃菜為混裝油 歲月靜好的人們 紛紛開始懷疑人生和世界 難不成現在是一個大家都得吃混裝油的時代 若若提醒一聲 這事兒中共黨國獨此一家別無封號 咋整 油管抽混裝食用油引發了好奇心 小粉紅翻牆想看看水深火熱的西方國家 怎麼運輸食用油的 本以為是黨給我們長期灌輸那天下烏鴉一般黑呢 結果呢 結果呀 看完人新西蘭日本美國罐車以後 小粉紅直接破防了 原來吃混裝油這事兒 黨國風景多好 新西蘭日本風景都很壞 很壞 怎麼個壞粉 聽我說呀 有人新西蘭奶罐車清洗視頻為證 人家不是隔壹段時間清洗一回 是次次作業之後必須立馬清洗 而且呢 裡邊外邊都得洗 還必須使用高溫蒸氣消毒 這是高溫消沙 沒錯 而且那是全部過程自動化 每輛奶罐車裡邊都裝有一個叫Fried的芯片 那呀一旦進入這奶罐車 立馬連上網 把所有樣本信息上傳到總部服務器裡邊 徹底杜絕了奶原商 造假投毒的可能性 您呀往這看 天哪 光看這流程 好享受 好享受 日本也是啊 實用油那專用車那腳一乾淨 整個罐體跟鏡子一模不一樣 後面的車跟後面的景色 全敢炸進去之間 美國也是 自媒體人秦鵬他研究過 什麼呀 美國食品類的罐車不能混裝其他工業品 危險品更別說 而且罐車專有特殊溫控系統 讓食物始終處在理想的溫度範圍 確保最佳品質 美國罐車清潔就一個字 講究 首先罐車保潔就要滿足食品藥品管理局 和農業部 聯合制定的一個 227頁多的一個標準 媽呀 太嚴格了 還沒完呢 美國果汁產品協會還有一個監管指南 對罐車的最低要求是什麼呢 只能用食品級的罐車 還必須永久專用 而且只能運輸經過批准的食品、配料、飲用水 而且罐車裡的配件要用食品級的不鏽鋼製作 最誇張什麼呀 這食品接觸的電線圈材料 全部的要求也是食品級 哦 橡膠、塑膠之類的 這還沒完呢 這也太安全了 第三也是最狠的一條 國際猶太節食標準 就是您在美國超市裡邊經常借著那鹽罐上面寫字母KOSHER那字 猶太節食、節清節的節、食品的食 見過 就是這玩意兒 這是號稱世界上最高的食品安全證證的規範 咱就看看這規範對洗罐車怎麼要求的 怎麼要求呢 這麼說的 先要得用飲用水沖洗一遍 然後在高溫脫脂循環 然後在高溫清洗循環 然後在高溫飲用水循環 最後還得低溫消毒沖洗 總之不把您這罐車給洗屠魯皮了 這路您別想上 黨的各級各類 高速收費站表示 我們是不把油罐車司機的錢包洗屠魯皮 這路我們也不讓它上 那打聽一下誰遙遙領先的 拒絕回答 大清世界無奇不有 一位黨國頂級大學的學伴 最近突然出手 在網上高調顯得自己是如何抄襲、剽竊、賺的盆滿、撥滿的 徹底雷暈了 這顛倒世界都什麼擰巴情節都是 話說前幾天 清華大學電機系2017級直播生叫施某陳 在個人微博上慷慨自述 說呀 他自己建立非營利網站 致力於傳播自己的成功經驗 一抄、二瓢、三篡改 彎道超車、光速突破被別人卡脖子的境遇 怎麼聽著跟黨的路數一模不一樣啊 掛名施某陳的作者自己解釋建網站原因 什麼原因 我想把篡改數據抄襲的風氣發揚光大 快速讓更多學長、學弟、學姐、學妹們從中受益 這又如此厚顏無恥之然 不知道 人家小師這麼說的 作為過來人 我一共有8篇文章 第一作者 SI的文章 論文 其中5篇 我實驗結果用的是篡改數據這種情況 一半多怎麼幹的 兩篇直接抄襲 翻譯的別人論文 直接炒 什麼叫輕輕鬆鬆獲得豐碩成果 什麼叫包攬從學術新秀、特等獎學金 到清拔人才所有獎項 老老實實的你們 我就問一下 拿什麼跟我比 等會這師同學都囂張到這種程度了 咱也不知道啊 施某陳還說 通過以上講解 我相信大家一定從中受益匪遣 這才用的 目前國內學術風氣確實不太好 所以像我這樣 對學術沒有敬畏之心的人 才能如魚得水 機攻盡力 偽造科研數據 把他人的研究成果改頭換面據為己有 也包括直接拿來主意 我認為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都快違法萬罪了 這還完全沒有問題呢 施某陳還說 大部分人可能難以接受我的觀點 是難 所以你們只能在科研圈底層掙扎 底層 沒法像我一樣 年少有為 喝 儘管我的行為 無法推動學術發展 還會讓學術氛圍進一步惡化 Apart 這跟我有 半忙錢關心嗎 等會 您這是當事人人家寫的嗎 我奉勸大家向我學習 一起學術不斷起來 多拿成果多拿帽子成為人上人 將來你們一定會出來感謝我 不客氣 這都是我應該做的 我還是直接說了吧 這是高級黑好嗎 妥妥的高級黑 怎麼這樣 情節轉換有點突然 對呀 那位被黑的師同學 到底什麼來頭說半天 來頭不一般 說說 這位師同學呢 2011年摘了全國中學生物理競賽 遼寧省的金牌 被保送到清華直播 保送的 當過清華機電系學生會一把手 還帶過班來當輔導員 怎麼聽黨刻意栽培的牛人一枚呀 哥們曾經在國內外高水平期刊上 發表過18篇論文 真不少 據說博士論文研究成果 還一舉解決了黨國電力電子方面 被國外卡脖子的問題 卡脖子跟這貓著呢 我若若問一下 這麼一位黨那好瞄子中的戰鬥機 自建網站幹這個 所以校長也驚呆 是這驚呆 趕緊解釋 正在調查 什麼結果 不告訴你 脫火 網友對於詩同學這種匪夷所思的行為 這詩同學得打引號了 咱不知道是不是本人 是這意思 大家開始猜悶了 是這悶 籠共猜出了撒悶 撒哪撒悶啊 這是有人妒忌詩同學 想通過這種方式抹黑造謠陷害 陷害呢 2 詩同學確實存在一抄二嫖三篡改問題 確實有 所以被知情人以這種方式給點炮了 點炮了呀 3 這是詩同學本人爆料 他對學術作假不滿 為整頓學術圈子 人不惜以身入局 這麼有 曹 萬能茶友 您學會哪種情況 他比較靠譜了 趕緊在留言區撬數字 你給我聽著啊 跑路年年有 今年特別多 什麼毛病這人 一上就要跑路 7月5號有國內網友在小紅書發帖 說他所在旅行社收到通知 有兩位旅客出國之後 拖團逃跑滯留澳洲 齊活 可有此等歧視 歧視 消息被牆內外眾多社交媒體都給轉載了 再次喚起網友對潤的討論 又潤一輪 這網友就爆料 韓國濟州島就有人拖團逃跑 更有知情人震撼表態 您這才倆人不多 前段時間最多一團二多人全跑了 只剩領隊一人跟風中凌亂 不是等會吧 破房了 我得問您一下 這領隊不是舌頭吧 旅行社成舌頭窩了 話說就因為拖逃事件經常出現 旅行社現在被逼無奈 紛紛在護照發放之前 收取高額押金 有的旅行社押金高達一個人二多萬人民幣 這也收太多了吧 小紅書網友還曝光 深圳某旅行社內部相關通知說了 這一旦發生了拖團逃跑這事兒 旅行社將會面臨觸犯 所以 必須得審查遊客資料 提高審核標準 確保遊客腳底下沒抹油 這錯誤了 你黨光知道審查審查審查 你怎麼不好好琢磨琢磨 為什麼韭菜紛紛逃離黨國呀 黨方表示拒絕 我黨一思考 保黨就玩玩 這塊精疲 小網友還感嘆呢 今年澳洲拒簽率特別高 為什麼免簽國家那麼少 落地跑得太多了 去年6月份 澳洲的中國遊客旅客拒簽率 高達23%了都快 媽呀 黨國潤人暴增 像澳大利亞這種在水中央的國度 去的辦法非常有限 拖團跑路 成為好轍了 投奔美國加拿大就容易多了 就算每家拒簽率也高 但只要思想不滑坡 辦法總比困難多呀 這行 最多的辦法其實就是走線 全走呢 據說美墨邊境走線的中國同胞 一會排成人字 一會排成衣字 有序湧入美國奔向自由 但是現在沒那麼樂觀了 美國移民政策現在收緊 中國要想改變自個命運呀 考慮考慮怎麼把土共給掃進垃圾堆 這才是根本辦法 要不牆內的您還是先把黨員團員隊員給退了 退黨保平安 真能改變命運 事關重大 別當兒戲 又到茶友互動時間了 首先宣布上期節目茶友民調結果 問 您覺得三中全會閉幕是 習近平確實出席了嗎 答出席了14票 2隱身了38票 3搞不清楚66票 最後這個佔56% 多一半 總書表示 我抗議 我都出來微笑三回了 還搞不清楚 您把我當空氣了 這 行了 茶友廟屏啊 繼續沉澱一下 太多 明天節目全面揭曉 到時候一起見證哦 感謝茶友一起度過周末輕鬆時間 如果您願意幫助哥倆監守茶館 可以捐助打賞分享轉發 支持我們做出更多 傳播真相的節目 也歡迎各位點擊哥倆推薦的 台灣玉山高海拔烏龍茶 來個品茶聽鑽子 好嘞 一週一款歡樂上線 大笑新聞不見不散 下集節目 再見